然后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稿子 然后因为时间有限的话 我怕我说太慢了 然后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开始从 没有看过直播 然后一路走来 成为主播 然后经历了很多 我经历了转工会 然后被骗了50万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成长 我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我遇到了 就是很多对我很好的人 包括我的伯乐 我的师傅 还有记忆歌 还有水瓶歌 还有每一个 还有套铁歌 每一个爱我和支持我的人 就是因为大家的支持呢 去年拿到了舞蹈年度 第二名的好成绩 这一路的好与坏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蜕变 我觉得我非常是 我是一个非常不太会表达的人 因为他们说有点高冷 其实没有啊 其实我的内心是很热的 对然后我只是不想哭 然后不想让大家看到 我很脆弱的一面 然后最后感谢一路以来 对我支持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粉丝 然后呢就是我要努力 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然后大家更喜欢我 然后我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我说我想认真做主播 然后呢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用生命跳舞的人 对然后我就会不让大家失望吧 嗯然后继续的努力 然后感谢大家给我最好的一切 然后希望我能成为一个 让你们更加喜欢的依然 然后我就去到这里吧 嗯然后等一下带 带了很精彩的舞蹈给大家